关注社区动态 欢迎收看大柔佛三分钟 傍晚好,我是静恩 首先让我们跟随新周日报大柔佛社区报的脚步 关心市场上菜价的变化 受到各种因素影响 这个星期来自金马轮的番茄和芹菜价格 出现翻倍上涨的情况 而平原菜比如说苦瓜 角豆的价格也较6月份上涨了30% 由于红青辣椒出现缺货而起价了两倍 需要靠来自泰国的进口辣椒填补市场需求 以缓和涨势 青山蔬菜批发于供应商工会会长杨瀚平指出 菜农因为缺乏人手 将种菜面积缩小使得产量减少 不过现在市场需求量不比以往 如餐馆、小贩中心等饮食业不得经营堂食 菜价才因此没有进一步上涨 目前金马轮部分受到EMCO的管制 不得进入菜园 使得来自金马轮的番茄价格在一个星期内飙涨 从6月份的三令吉多翻倍至目前的六令吉多 进口蔬菜方面价格较为平稳 比如说来自中国的西兰花、长白菜等都没有太大的波动 反而是本地蔬菜价格波动较大较多 尽管上述蔬菜价格看涨 但都属于本地人日常所需的食材 并没有出现像前不久产量过剩滥价抛售的南瓜一样 因为价格太高被市场弃选 镜头转到南方大学学院 该院已经和一家太阳能公司签署了一项 为期20年的太阳能供电合作协议 在协议下该公司将在南方大学学院的综合大楼 四楼学生宿舍和篮球场装置光伏板收集太阳能量 然后将太阳能转化成电能 供电给主楼、综合大楼和学生宿舍 校方希望通过这项计划 未来20年可以节省高达500万令吉的电费 平均每年节省约25万令吉 校方也希望将省下的钱进行建设与发展用途 包括增设与盖篮球场 南方大学学院董事长拿督陈明成指出 太阳能是干净并且是可再生能源 该计划对环保及减碳产生正面作用 也是该校迈向完整大学的重大计划之一 除了让该校获得更大的收益之外 也能为事故来金山元社区减少环境的污染 尽以奋力 疫情中受暖 自从去年4月以来 来自柔佛各区超过21000个家庭 已经透过柔佛苏丹伊布拉辛陛下名下的基金会 获得苏丹陛下的粮食援助 苏丹伊布拉辛陛下官方脸书专页贴文指出 陛下非常重视自去年以来遭受冠病疫情影响的人民 因为疫情已经导致人民失去了收入还有失业 在当地社区领导人的合作下 该基金会几乎每周都会不分宗教和种族向有需要的家庭提供援助 华人尊长拿督黄宽顺今天也在该基金会志工的陪同下 代表陛下移交300箱的援助食品 给新山圣母污染原罪天主堂的神父爱德华拉耶班 神父爱德华拉耶班感谢陛下的援助 并表示该堂在收到这批援助品后 将不分宗教和种族分派给有需要的家庭 最后柔州警方即日起在全柔展开援助行动Obsbandu 全州13个警区将各自获得300分的食物篮 以协助在冠病疫情下受影响的群体 柔州总警长纳都阿裕汉 今日分别前往三个地点 即斯利安南警区 伊斯干达公主城警区 及新山南区警区 见证警区主任移交物资于辖区内的受惠者 阿裕汉指出 这项援助行动是配合内政部的指示并在全国执行 柔州警方将与志愿警卫队 社会福利局等单位 协助受疫情影响的群体 包括单亲妈妈 独居老人 低收入群体等 他呼吁任何需要援助的人士 可以向各区的警区寻求援助 各区主任将会协调 确保援助者获得物资协助 今天的大罗佛三分钟就到这里结束 感谢您的收看 更多社区动态 请继续留意新周日报新周网